本地首次出现三起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毒株 患者正在自我隔离 卫生部将加大尖刺力度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一点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 李总理说 国国在克兰战争上没有选边站 而是选择维护国家的利益基本国籍原则 劳自证三方合作取得成效 去年发生的地铁人员安全事故比前年少一成 奥密克戎两个变异毒株结合后出现新变种 传播力更强 将导致公立民众下周三天进行快速检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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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拜拜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